希技術靠 過往介紹過各種日本文具 大家都很喜歡 而今期介紹的是一些設計非常特別 而且很實用的日本文具 廢話不多說 我們一起來看看有什麼 在這個年代大家都會用社交平台 很多人都會用它們來分享生活點滴 影相打卡就少不免 所以就有文具商想到 為一些喜歡打卡的朋友 但是一本自帶補光版的筆記簿 它除了可以當一般的筆記簿用之外 它更加可以像月曆那樣站在那裡 可以放在一些物品旁邊進行補光 拍出來就會更加好看 這種好看就不是後期輕易做得到修補 所以有了這個補助之後 就可以令到影的對象看上來更加清晰好看 個人覺得它目前只有方格的分頁就有點不太好 所以目前的情況來說 我個人覺得自己另外再用一些卡紙和銀色頁面 DIY一本座桌活頁補 可能會比較實際 這把剪刀就有類似廚房剪刀那樣 有很多其他功能 但如果我要這些功能的話 我直接買一把廚房剪刀就行了 我不用買這把 所以那些其他功能我就不在這裡示範了 而今次主要說的是 就如大家眼前所見 它的外形非常之特別 L紋 刀片是呈L字形的 內側的粒槽設計 是可以防止一些類似膠子的膠子滯漏 雖然這個樣子很奇怪 但它的剪裁力一點都不差 而大家眼前看到的這一把 聲稱已經比一般的剪刀 競三倍剪裁力的剪刀 雖然剪裁力度是足夠的 但好像這樣剪的話 如大家所見 卡紙就會頂住手 剪裁力很不方便 但這把剪刀 正所謂逃避 雖可此但有用 這把剪刀就可以巧妙地避開棘手的問題 物理上的棘手 而且剪裁力比剛才的那把更厲害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剪裁力上更加順暢 Gundam、Transformer這些會變形的幾任神奇 我也不需要在這裡再說 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 應用在文具上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稱之為Transformer的摺疊架 它跟Transformer就沒有任何關係 但因為它摺疊的狀態就像一本書仔 很省位的 重量都是大約170克 這樣就比我的手機更輕一點 但一用起來的時候 就如大家所見 就可以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伸展 伸展之後就可以用來放書做一個書架 本書就不需要長時間放在手上 而且因為它夠大 所以橫打直放平板電腦和手機都一會沒問題 而就算例如手機直放 下面也有足夠的空間 讓你一邊充電一邊用 假的支撐底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調整 所以你就可以因應不同的情況 而作出不同的調整 又或者如果你本身平面的空間不夠 也可以用第二個省空間的支撐底來做支撐 最後一款跟剛才的教紙一樣 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料 這支筆除了可以做一般的書寫之外 也可以用來當作觸控筆用 最特別的地方相信大家都看到 就是它支筆身上的粒槽 可以用來放手機做手機架 不過只可以橫打擺 一支筆就有三種常用的功能 實在很方便 而且大家經常說日本文具很貴 這支筆只是目前賣349日圓 相信以這個價錢買到這支 都沒有挑剔的了 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一些日本文具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些呢 可以在字頂留言裡面 大家會看到回覆有選項的 以按LIKE的方式來投票選出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能幫到大家 再見 說了 來 看來 是 都不知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